哇 这个泥太贵气了 你们全是仙气的宝石啊 每一颗的金银力都圆滤润 跟起来像硅胶一样 而且还自带手部按摩效果 像是粘着小球类的麦芽糖一样 而且还有接触自帮忙 小麦芽糖的小子花 姐 你什么时候买了宝石泥啊 别冷摸 宝石很贵的 姐 不就有几颗破宝石嘛 我也有 而且我的还是化石宝石 比你的更值钱哦 那咱们就来这些把宝石全部抠出来 谁先扣完就可以得到对方的宝石 你敢不敢 来就来 这里面一共有100颗宝石 我的化石盲盒一共藏了12颗宝石 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 金宝之旅正式开始 嘿 我敲 我扣宝石可是很厉害的哦 我考古同样也是很厉害的哦 啊 捏开了 哇 成功考古出来一颗 哇 又发现一个黑色的宝石 这个好看 天哪 我的宝石真是太漂亮了 这里还有一朵小花朵 哇 小小的好迷你啊 主意 这是一片花瓣 这个要不看见好像辣椒啊 哇 这次的宝石好透透啊 这次的宝石到底是什么橙色 应该是一颗水晶辣椒通透 继续考古 这次会不会是一颗纯米绿呢 如果是的话我就发财了 断开了 断开了 好像是一颗粉水晶 比刚刚那个颜色更红更粉一些 这次我是用大锤子来敲 боль手败破 哇 轻松啊 没有之前的那么疼透 rop 放开了 如果是屏幕捏就好了 我已经考古出来一半的宝石咯 我的宝石比你超了一百倍 对 我们比的是谁快好不好 继续 我就是你最后一块化石咯 我也没有多少了呀 最后一块宝石安全出图 别碰啦 我已经凌个比赛咯 那你知道它们都是什么石头吗 虽然我不认识这些石头 但是我不是要去看图啦 新紫色的石头 上面有一些白色的捏纹 它应该就是方大石了吧 这块宝石最仙气 我想它应该是传说中的紫水晶呢 还是这块月带粉色的宝石 应该就是这块蔷薇石鹰 名字也太少女了吧 水晶石鹰跟图简直是一模一样 绿色冬名石 看起来像一块玉一样 这块宝石特别搞笑 像一个鸩唇蛋一样 它叫达尔玛提亚碧玉 名字好长哦 还找到一块雪花黑药石 黑色石头上呢 有一些雪花一样的斑点 这块应该是花钢年 不是很好看 黄玉跟图简直一模一样哦 它是一块狐眼石哎 真的有点像老鼓的瞳孔哦 红碧玉 有着鲜蟹一样的颜色 最后一块黑石头 实在不知道是啥 有每个小可爱知道吗 宝石全部归我了 啊 我的宝石 小可爱们 你们看看这12个宝石中 哪一颗最值钱